她是有自我意識在經營自己的女生 她還蠻喜歡的 媽媽媽不會管說 欸哪些不用PO 或是跟她講 喔 有幾次她比如說 XXX 說了 No 我說下次我跟你一起穿才可以PO 轉一下臉拍 一 二 三 講講 角落小夥伴太可愛了 怎麼會總是這麼美呢 你不是常常看到我都是這樣講嗎 等一下就是這次跟女兒一起 就是配音嘛 那有沒有爭執 或者是女兒跟你口教的地方 她敢跟我爭執嗎 對啊 那為什麼對 因此對演藝圈很有興趣 因為這種所謂的網路世代 比如說TikTok 比如說自拍 或者拍她今天做什麼 我才知道原來她已經開始 自己對於媒體 自媒體這一塊是喜歡的 那你說走不走演藝圈 我也跟她說 這個不是你想就有的 因為這就是你自己讀完書有興趣了 你就看你要發展也OK 都OK 我覺得小孩子就是看她自己的想法 她就是有自我意識在經營自己的女生 她還蠻喜歡的 但她沒有特別做什麼 她想做就做 想分享什麼就會分享 那媽媽媽不會管說 哪些不用剖 或者是像她講 有幾次她比如說 太性感的比基尼照 我說 沒有 沒有 我說下次我跟你一起算太可以 等我一起才可以 但是她是準備要POI我問 沒有 她就說媽妳覺得這張 我說這張真的不行 太性感 學業還是要先完成 我覺得學業完成是基本的吧 那尤其她 我覺得她是喜歡的 她不是沒興趣的 但除了配音之外 有沒有其他 想說導演或什麼的 真的你有提過說 要不要找女人一起演戲 之前有一些電影 有想要問問看 有沒有可以來試鏡或什麼 但 Angel還是基於 我覺得她還是沒有準備好 跟害羞 然後她也沒有太多的心情 放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 就之後再看她大學的時候 如果她還要修這部分的科系 也是可以 但目前聽她的選項 好像沒有這個有關 因為她喜歡畫畫 所以她就是 執著於她畫畫那一塊 尤其是動漫 就是電腦上面 電腦繪圖她很喜歡 現在電影很缺動畫 是啊 所以她就跟我說她之後 可不可以去韓國或日本讀書 因為她對著那一塊她是有興趣 所以她有關於未來的發展 其實都有跟保護保護 有講 反正她是很跳來跳去 從犯罪心理學一直跳到現在 就是很多的變化 那你真的覺得她適合嗎 我覺得她沒有準備好 聲音可以 但你真的像 叫她今天要來記者會 她可能也會很緊張 那妹妹有沒有看到這樣子 姐姐出來就是配音啊工作 會不會覺得 我也想要 目前還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因為她一直覺得 我在演角落小夥伴 她都搞不清楚 她都是跟同學講說 來看媽媽演的角落小夥伴 不是 她知道姐姐有演嗎 她知道姐姐有演嗎 她知道姐姐有配音 因為我們前兩天就已經包場 跟大家一起看 然後玻妞坐在我旁邊 就是在看 然後她就說 這不是姐姐的聲音 這不像 她姐姐在旁邊瞪她